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动漫皮脱嫂 我是大皮 首先依然是来看看火星的各种资讯 还记得之前我家女仆超级烦 真人MV里COS女主压居燕的那位 这部因为七月翻里 同样是有部跟肌肉有关的动画 也就是刘汉吧 健身少女 所以这位大姐又是再度出山的 担任本片真人MV里的女主位置 但这次表演的可不只有她一个人了 还有这位更亮眼的肌肉熊贵 至于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先看一小段 我们下车吧 我们下车吧 其实吧 看完这个呢 其他的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只想问一句 就是动画原片里那个教练 应该是个挺白净的 小白脸小伙子 怎么到这个里头 就跟个老土豆子相经了 似的呢 之前呢 任天堂一直有消息流出 说要推出新款掌机 而就在7月10号呢 这条消息终于是被坐实了 新机型呢 命名为任天堂Switch Lite 简称为NSL 说实话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有种想在这个撒字母中 加上一个M的冲动 目前根据发出的消息来看 本掌机呢 是淹掉了TV和桌上的功能 只保留了掌机模式 但是呢 售价呢 也是降低到了人民币1300块左右 颜色呢 也是变成了灰黄蓝三种颜色 说实话啊 没有NS5 我看了这个呢 还真想买一个试试啊 但是呢 仔细一想 还是缓缓吧 你看 我是差买游戏机的钱吗 我是差买游戏机的钱的 这玩意儿可是无敌动啊 不过呢 开样这款新掌机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不知道到时候销量如何呢 今年呢 作为海绵宝宝开播的 第20个年头啊 官方呢 发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视频 由原动画之中的配音演员呢 真人上镜表演了一些动画里的经典球的 我们可以看一段感受一下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宝宝桌面 宝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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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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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看完这段我真是能感觉到这些配音演员确实是挺厉害的 但是说实在的可能是听习惯了的缘故 海绵宝博的配音我个人还是更喜欢中配版 而如今国内二次元产业也是在不断发展 各位观众你们是如何看待国内外动画作品的国产配音的呢 欢迎在大幕或评论发表你们的看法 积极讨论 好的又到喜闻乐见的新翻吐槽环节 切翻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什么都有 所以我就不多逼逼现在就进入正题 按不出趣来说 首先就是这个至曾为神之众兽 讲的是在类似南北战争的架空世界观里 北方军队以东世界为蓝本 搞出了一支无敌天团的 什么鼠妞虎兔龙上马羊后几狗猪 这个基本都全了 战斗力可以说是非常爆炸 在军队里人人都用前堂枪 上个子还得拿火筷子往里捅在战场上 主角团是一口尾收玉 就能从正面把城墙给喷开 刀相不入 图对方军队如嘎酒才一般 不实话 有这种战斗力 那前面两方小兵 你说你死我活还打个什么劲 死那么多人 不如等主角他们没来之前 你说斗斗地主打打麻将 来了之后你说地盘啥的一交接 完事嘛 而战斗胜利之后 这帮人就开始跟唱戏子似的 往身上一顿插旗 什么打完仗之后我就回老家 跟咖喱人团聚之类的 总之就是生怕自己屁事没有 果然 打完仗没多长时间 生肖部队里的一些人 体内的生肖之力 就开始不受控制了 施勒智开始四处作妖 而好几友打了黑枪的男主 也是下等决心 要亲手解决这些 施勒智的昔日战友 看剧情走向 应该是男主在杀队友的过程中 逐渐了解了真相 看了两集 总体来说感觉还算不错 但是看男主拿的这根傻毛 还有杀队友的举动来看 莫非你就是能变使徒的魔戒人 刘汉吧 健身少女 一部讲蒙媚健身的动画 有蒙媚有健身 估计很多看完宣传片 来看这片子 都是想看蒙媚子 穿着背心热裤 在健身的时候 香汗淋漓 面色超红 呼吱带喘的场景 结果看完之后 前面那些不能说是没有 但是比起这些 反而是各种健身方面的硬核知识科普 占了本篇里的大头 所以在这种蒙媚加健身的组合下 估计是有不少死宅 应该都是从心底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想去健身房 办张健身卡的冲动 一是也想让自己变得 不是虚胖是死状 二来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去健身房里 对着漂亮的妹子啥的 有点想法 在此 我要对抱着这两个目的 去健身房办卡的宅男朋友说 不要再想屁吃了 先不说死来大多社交无能 就是在健身房里 你进了力量区 是不可能有几个靓女的 靓女基本全在跑步机上 而小一点的健身房 那是更惨的 基本就是跟大学图木戏差不多 结果你只能是在满身大汉的环境里 练的满身大汉的 关于这一点 反而是动画一开始 主角他们刚进健身房的情景 比较写实 当然如果把主角他俩去了 就更写实了 目前为止 本篇看完两集 最直接的观感就是 健身知识很多 基本一集就比那些坑爹健身房里的 几百一节的私交课还多 所以按一节课300块来算 12集可就是3600 也就是说你看完这个片子 无形之中就挣了3600块钱 什么 你问我怎么知道 算了 我不想说当初我去某个傻屌商业健身房 办完卡那儿的教练 你不买的课 他就一直跟你逼逼 最后连着逼逼了半个多月 我实在受不了 就花400块买了一节私交课 结果他的课 基本是连狗屁都没讲 到最后两年3700的卡 用了半年退卡的时候 只退了1000块钱的事了 我不会说的 我不会说的 魔术学姐 一部讲蒙昧变魔术的动画 有蒙昧有魔术 但是说是变魔术 实际上基本跟正经魔术 P的关系都没有 基本就是借着变魔术的谎子 光明正大的卖揍 然而也不能说这片子 跟魔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看这个帽子 你看这个披风 你看这绳 看了两集 基本是把各种花把子都玩遍了 可以说下雨天 魔术跟卖肉更配哦 再加上女主每次一脸痛红 张个大嘴 我看这片不是别叫魔术学姐了 直接叫野兽前辈得了 而且女主这校服 不知道怎么回事 胸口永远打着两抹高光 乍一看 我还以为这学校校服 是皮衣皮裤呢 总之看完两集之后 觉得本片还算挺有意思 但是奔着魔术来的 基本就死了这条心 如果你是奔着学姐来的 那你们这算没白来 你遭难了吗 一部讲蒙昧遭难 荒岛求生的动画 有蒙昧有求生 本片类型 基本跟上一个健身少女差不多 也是有不少比较正规的 荒野求生知识科普 主要讲的就是四个妹子 因为飞机失事流落荒岛 其中有一个妹子 就比较厉害 是从小就跟她爸 在深山老林里修炼 以至于练了一身 贝爷的同款技能 于是这几个人 就开始在荒岛上 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有女一号 遭难大使 自灭应该是不太可能 算是在比较轻松搞笑的 气氛之余 来科普点野外求生知识 像啥喝尿喝血 试点蛋白质是牛肉溜倍的玩意儿 尤其是喝尿这一点 目前看了头两集 两集都有喝尿这点事 让我不得不怀疑 这部片子是不是对喝尿 有什么迷之执着 当然在片子仔细想 背景其实还是有点东西的 虽然设定上是个搞笑片 但是主角他们 是在休学旅行的飞机上实施的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 一个学年的老师同学 除了他们四个 基本全军覆没 再看看目前这几个的傻屌气氛 一点慌乱和不安的感觉都没有 所以这么一琢磨 有点恐怖 算了不行的了 其实以我来看 主角他们流落荒岛 完全不需要过这种如毛饮穴的日子 目前有一个最有效的逃生手段 他们都没想到 就是在沙滩上画出一幅 巨型米老鼠肖像 这样迪士尼的监测卫星 就会监测到 然后派背机来接他们 并把他们送到最近的法院起诉 如果画米老鼠不行 那大不了再在米老鼠手上画个精神球 比方的阿斯特拉 你遭难了吗 宇宙版 讲的是在很久之后的未来 九光年坐宇宙飞船 只需要四个小时就能到达的世界里 主角行人去宇宙修学旅行 结果出现突发事故 所有人都被类似虫洞的东西 传送到不知道啥地方之后 为了回家捡了一艘飞船 踏上旅途的故事 以故事开头来看 有种宇宙公路片的感觉 第一集就是48分钟 作为一个开头人来说 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不知道为啥 总感觉这个片子不一般 毕竟在时长上 第一集能做成两集这种画 应该都有点东西 好了 以上就是七月翻的第一波土槽 这次就先到这 上下当当我们下次再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校园给大家做推荐 今天要推荐的不是动画 不是游戏 也不是小说 而是一位神 百蛇谷 这是日本的一位视觉系PV师 如果有学习AE的小伙伴 一定听过这位的大名 也拆过这位的工程 纯净的AE就可以轻松打开 不会提示 却少红巨星 缺少别的Copilot 缺一大堆插件 素材形状图层自己画 特效内置自带效果拉一拉 再看一看人家能做到的视觉效果 好了 我也已经谢了 打扰了 再见 好的 现在是大家最期待的提问环节 首先是这位叫 本就换作肉馒头的观众问 如何和女孩说话 这个我只能给你提一个 我认为还算可以的建议 不一定 所有人都试用 如果没有射恐的话 首先就得看对方 在你眼中的地位了 如果只是普通关系 正常说话就行 但是如果你对对方抱有好感 并且也希望他对你有所回应的话 大多数情况下 幽默的谈吐 往往是初步交流的加分项 而之后进一步的交流 那就因人而异了 但是首先得提醒几点 一 千万别拿嘴剑当幽默 二 只有你觉得有意思没有用 双方都觉得有意思 那才叫幽默 哪怕就是你觉得没意思 对面觉得有意思 其实这也算幽默 三 这条不但适用于跟异性交往 平常交同性的朋友什么的 也适用 就是教人之初 尽量先别跟对方显露自己的三观 四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关系没收到一定份上 务必 千万 一定 别开婚枪 我就能告诉你这么多 上去的只能你自己办了 下一个是艾兰 这观众说 大皮你好 我是一名高中生 考试的时候 总是会碰到同伴同学找我要答案 阔胡 我考试成绩一般 给答案吧 我感觉平时好好学习考了这个成绩 他找我要答案 考的比我还好 我有点气不过 阔胡 我也怕被老师发现 不给答案 我怕影响同学关系 我该怎么办 首先说一句 作弊肯定是不对的 对于这种行为应该坚决说不 但是遇到这种事 如果让我现实一点给你建议的话 我还真不好说什么 这个你还真得自己掂量 衡量一下怎么做 才能让自己的损失最小 人际关系方面和其他方面 怎么办结果最好 这个其实不关是你有这种问题 即使是走向社会的很多成年人 也会有这种方面的纠结 毕竟人难做 屎难吃 那下一个是灯亮人商 这位观众说 我想听评书 这个以后有机会会说的 毕竟这个形式不是什么动画都适合 而且我说他这个也算不上啥评书 挺多就是照片画葫芦 那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依然是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 多多评论资讯参与节目互动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